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画作作者 潘天寿 创作年代 1926年 画作名称 拿魔物道图 画作作者 潘天寿 创作年代 1926年 作品款时 西山同志剑可 1962年 也属大一受者止墨 作品鉴赏 他主张施造化 注重以线抓神 不求行刺而求寓意 他还重视墨写 讲求 画作名称 游春图 画作作者 傅鲍石 创作年代 1943年 作品款时 鬼魏九月写 鲍石东川记之 作品鉴赏 此幅作品创作上 将山水画的技法融合到了人物化之中 画作名称 黎江春雨图 画作作者 徐悲鸿 创作年代 不祥 作品款时 黎江春雨 面六年三月悲鸿 作品鉴赏 在此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水墨鱼鱼的山水间 仍带有明显的素描式光影效果 用笔筋筷 松绣 保留了传统笔法的提案顿挫的节奏感 韵律感 最大限度发挥了国画 用纸和用水的特点 注重轰软气氛 营造空间 画作名称 黄山世姓风图 画作作者 张大千 创作年份 1981年 作品款时 邓绝云身子独行 短桥实习的支撑 潘松缩手防龙爵 俱士阳头与虎征 相物能攻天异多 画作名称 红眉兽诗图 画作作者 吴昌硕 创作年代 1910年 作品款时 华明晚霞鸿 干老生铁柱 碎 画作名称 荷花鸳鸯 画作作者 吴白石 创作年代 1929年 作品款时 玄明人凶佳鸡 几四秋九月初一日至于旧京城西太平桥外 吴黄 作品鉴赏 本符中花 夜雨鸳鸯的安排 花鹏 funding 10 это 擅长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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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就 15 15 17